干嘛 走啊 哪去啊 皇上使命还没完成呢 你让我上哪去啊 使命 什么使命 何大人你忘了 皇上不是说了吗 让我来诊断他一下 万一他是装病的呢 有好端端的人装中风的吗 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何大人 您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你啊拿着鸡毛 那不是本官的口误吗 口误啊 行了 既然你有圣旨 那你去诊断吧 不过 你这手啊 往张景发腕子上这么一搭 那就牵扯到两条人命啊 什么叫两条人命啊 你想啊 如果你诊断出来张景发的确没病的话 那他就是装病啊 这叫诈病欺君难逃死罪啊 如果你诊断出他有病的话 他确实在装病啊 事情败露了 那你就是他的同党啊 你等于是替他遮掩啊 想想你的下场又将如何 而且我还告诉你 他这个案子 非同小可 牵扯到我大清的死敌 原重换 我劝你啊 还是别蹚这趟浑水好啊 何大人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那张景发是满腹经轮的汉林 我是一个卖药的郎种 我跟他怎么会是死党呢 行了行了 我不相信你跟张景发有什么私交 但是就你的医术能针断吗 何大人 就我的医术怎么了 只要我的手往他腕子上这么一搭 我就 就两条人命 那你说该怎么办吧 其实很简单 咱们来个 江山镇湖 就说皇上驾到了 如果他出来接驾的 那就说明他没病 对不对 如果千呼万唤 他怎么也不出来 那就真是中风瘫在床上了 那 皇上在哪儿呢 皇上 我 你怎么忘了 你是皇上的替身 你责无旁贷 再说皇上知道这件事 那就算他知道了 能怪罪你吗 这可是你的主意 如果皇上怪罪下来 我何事一个人承担好了 当然有你承担了 皇上知道我红利天生胆小 没有何大人支持 我绝不敢私自冒充皇上的 行了行了 别敲砖定解的了 赶快进入角色 何事呢 何事呢 奴才在 先把你的水碗给我拿开 叫 皇上驾到 张警发出来接驾 再叫 皇上驾到 张警发出来接驾 再叫 没有 走吧 走了 就这么走 没个礼数 龙才 龙才公请皇上回宫 龙才公请皇上回宫 起驾 老爷 老爷 你又回来了 通路之行结果如何 你安排得不错 总算把弘历那个蠢货给打发了 还是老爷盛名 原重症打发了吗 老爷放心 早打发走了 他去哪儿了 别回头再回来找麻烦 去何处 奴才不知 不过奴才保证 他绝对不会回来 再找麻烦了 行 你看得不错 今儿这一天 可把我累坏了 我得早点休息了 来 来 不对 什么不对 那丫鬟不对 好你个弘历 你在宫里 三宫六月你够不着 你够到上丫鬟了你 你说什么呀 我必须马上进屋 天亮了走不行吗 那姑娘有重要的破练 我必须马上去 你去了就别回来 好 慢慢说 有什么不对 皇上 这不对有三 第一 和珅为什么如此忌讳我 跟他一起去通州 他是这么贪的一个人 他甚至不惜 自己掏金子来打发我回家 第二 第二 就算是张景发病得不能下地了 和珅是他的上司 我们已经从京城到了通州 到了他的家门口了 怎么就不能进去看他一眼呢 这于清于理都说不通啊 第三 和珅已经喊了 皇上驾到 哎 就算你张景发已经瘫在了床上了 那他们家的丫鬟总应该出来跪营吧 可是不见钟影啊皇上 这第四条 和珅 你不是说只有三条吗 哦 我说完了吗 我说着说着又想退一条了 第四 和珅他 行了 知道了 嗯 这个事先别跟别人说 朕自有安排 哦 小明告退 皇上 我觉得呀 张景发是一个线头 咱们只要抓着这个线头不放 一定能够牵出他背后的大骡子大马来 先前的太紧就会断的 哦 你先下去吧 哎 告退 起奏皇上 奴才奉旨前去通州探视汉林边修张景发病情 经随行钦差郎中鉴定 那张景发确已瘫痪 卧病在床 现在他请求回乡养病 请陛下恩准 张景发祖籍何处啊 甘肃梁州 好 那朕就批准他回乡养病 不过他所编的名史语焉不详 用意含糊 这个得罚呀 就罚他 不带盘缠一路乞讨回乡 以敬后人 皇上 这恐怕不行 张景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 如何乞讨为生啊 那也得想想办法呀 掌法得分明 去把弘历叫进来 朕还要问你们一句啊 张景发在明史中所言的 文山在世五目重生 指的是哪个人呢 你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啊 怎么着 你们连明史都不知道了吗 这才过了多少年呢 我大清龙兴时的血雨腥风 都忘到脑后去了吗 回皇上 这都是一些心怀剖策之人 用以形容前名逆臣 袁冲焕的语言 可张景发竟将这些道庭图说 编入书稿 实在是愚蠢之极啊 袁冲焕可有后人哪 回皇上 据奴才查证 他并无子嗣 女儿呢 女儿也没有吗 奴才这就去查 小明弘历叩见皇上 起来 谢皇上 郎中啊 昨天派你去探望的那个张景发 请旨回乡 朕已经准了 你收拾一下 叫我护送他一块返回故里吧 草民接旨 多带点衣服 去梁州要翻过乌峭岭 那可是中年积雪啊 梁州啊 皇上 这张景发他们家怎么住那么远呢 怎么着 你还不想去啊 不不不不不 既是皇上的主妇 小明哪有不去的份啊 那小明就去准备了 对了皇上 那我这一路的盘缠 是不是像汉林苑之曲啊 皇上说了 让你们言间乞讨 以示惩戒 乞讨 就是要饭 我知道是要饭 那我 这一路的盘缠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来人呢 把东西给他 这就是你们讨饭的家伙 拿着吧 谢皇上 退朝 慢点慢点别走别走 干嘛 让我看看你的讨饭的家人 这就齐了 这有什么齐的 何大人 难道你还没见过这十足赤金打造的碗呢 这对我不稀罕 就是 可是我奇怪的是 这上面居然有个字啊 真是 这住什么字啊 何大人 呸 我招你惹你了我 我说这个字他念 呸 真是 还真是啊 你说这么好好一个今晚 他住这么一倒霉的字感 看清楚了 这是住上去的吗 这是后刻上去的 你看 这 这干嘛 这 捧好了啊 捧紧喽 西北道上可不太平 别让谁偷了去啊 抢了去啊 说好了啊 哎呀 你此行可真是不容易啊 你想啊 春风不渡玉门关 西出阳关 无故人哪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哦 春风都不去的地方 皇上让我去啊 哎 你就是春风啊 你不是好兴个风啊 做个浪什么的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哇 果然十足吃惊哎 你说这皇上这太奢侈了 讨饭还用这么个宝贝 哎呀 你少啰嗦吧 赶紧给我收拾收拾 终于明天一早就得启程呢 哎 你说这皇上怎么回事啊 让你拿着金饭碗去讨饭 不是说好了吗 让你当皇上的 哎 老娘你懂什么呀 这就叫 军威难测 那是那是 何大人 下官这就撒网捕鱼去 去吧 下官告辞了 阿爷 您为何要跟那九门提督 透露皇上要找元氏后人的消息 反正皇上已经有了这个意思 看来元氏后人在劫难逃啊 我掏个信给高宏图 也算卖个人情给的 万一今后元中正不慎落了网 我们也好有余地搭就 这叫未雨绸缪 啊 老爷英灭 不过奴才想过了 呃 倘若真要让那个弘历送张锦发返回甘肃 哎呀 我觉得大有不妥 这一路之上路途遥遥 咱们那个张锦发又是个假货 呃 他们日夜相处 日久天长恐怕会露出马脚 倒不如 不如什么呀 倒不如小人悄悄潜入张府 一包毒药就让他一了百了 反正他装中风 在万人眼里头啊 已经是病入膏肓之人了 你胡说 你就值得打打杀杀呀 这能干出什么大事了呀 本来有个张锦发 让你给杀了 现在好不容易弄个假的 你又要动杀机 你想干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 现在张锦发是真是假 并不要紧 要紧的是 他引起了皇上的注意 如果他再不明不白地死了 那不是引火烧身吗 是是是 小人知错了 嗯 不过有一点 你说得倒是对啊 的确不能让那个弘历送他回乡 好歹他是个郎中啊 即便辨不出张锦发是真是假 若是在他面前装病 只怕不是长远之计啊 那老爷 咱们该怎么对付呢